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市的北边的部分 和东边部分还没有开始 因为对流云层正在 木炸新店发展起来 到了中部地区的台中 还没有发 现在目前是多余事情 但是山区部分有热对流 南部地区因为西南风 带水气进来 可以注意高雄的气温 现在还是只有25度 蛮舒适的 东半部地区阳光强 我们就来看什么 看看雷达了 雷达上面呈现出来 就是水气整个移动的方向 先注意到台北市的南边部分 木炸新店 桃园新竹山区的热对流 正在发展 再来往南看 可以看南投山区有 阿里山这边正要发 接着往南叫南高平 三个地方是因为 外海的水气进入 而造成的江雨的状况 所以南部的下雨状况 跟中部以北是不相同 东半部地区主要是在花莲 还有台东山区 已经开始有热对流的发展 接着就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卫星云图上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四号台进入日本 已经减弱成为低压 整个低压水气 正在逐渐地通过日本 我们台湾上空 今天的西南风还有水气 明天的西南风水气量减少 但太平洋高压还没升过来 目前高压的边缘 刚好就在琉球群岛附近 所以明天开始 午后阵雨的量 会比今天再减少 高压慢慢牺牲 到了礼拜四 礼拜五以后 整个高压势力一升过来 我们就是一个高温炎热 只剩下山区有三八号了 接着这个周秋假期 到下个礼拜三 礼拜四之前 都是属于一个晴朗 而且是炎热的天气状况 所以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温度了 先来注意到 晚上的温度还算舒适 白天的温度都是闷热 午后阵雨 北部地区有 中部山区下午要注意 是浓入的状况 午后阵雨 南部地区局部新的降雨 要到明天才会缓和 东半部的话白天好天气 外岛地区天气强 还是要提醒大家下午游雨 行车注意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